小男孩拿出刀 想要割开机器人手臂一探究竟 机器人急忙挣脱了手 害怕地抱住了男孩 但男孩不停挣扎 不小心脚底一滑 两人都掉进了旁边的游泳池中 男孩的爸爸看见后慌忙下水 他将机器人的手死尽掰开 飞速将自己的儿子救上岸 大家都围在男孩身边呼救他 却单独留下了机器人沉入水底 没有人在乎机器人的死活 好在他能够防水 没多久就恢复了程序继续正常生活 但这件事情让领养机器人的男孩父母 决定狠心抛弃了这个机器人 妈妈把他抛弃在田野里 随后就准备离开 机器人还在祈求妈妈带自己回家 表示自己以后会乖乖听话不再捣蛋 但妈妈的态度坚决 哪怕机器人一直在道歉 向妈妈承认自己以前犯过的错 也无济于事 妈妈的眼睛中禽着泪水 但她实在不想再养着它了 因为机器人给自己带来了太多的麻烦 机器人对妈妈穷追不舍 妈妈拉着她叮嘱道 唯有这样机器人才能保全自身 不被伤害 然而机器人丝毫不想松手 她扒着妈妈的肩膀 祈求她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做她真正的儿子 但妈妈掰开了她的手 随后将她推倒在地上 妈妈飞速回到了车上 随后就驾车离开了 后视镜中的机器人还在呆呆看着她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从此机器人开始了新的人生 原来妈妈还留下了一个泰迪熊 和她一样是人工智能的 他们一起在夜色中行走 发现一辆货车装载着机器残骸 一股脑都倒在了森林的废墟里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好多残缺的机器人跑到了废墟上 纷纷寻找自己身体缺失的部分 然后安装在自己残缺的部位上 一轮巨大明月缓缓升起 机器人们见状都四处逃窜 原来月亮是一个巨大的飞船 它是来抓机器人的 等到机器人和泰迪醒悟过来 打算逃跑的时候 却一把被大网都住了 泰迪由于不是机器人 所以被飞船的人员给丢掉了 他跟随飞船来到了机器屠宰场 又被工作人员发现后丢到了垃圾里 机器人被关到了铁笼中 他将要和一堆机器人一起被销毁掉 原来有一部分人类十分仇视机器人 他们专门搜集不要的机器人 放置在舞台中央进行焚烧 观众们对此兴高采烈的狂欢 机器人在恐惧中抓紧了身边男人的手 这个男人是专门设计出来服务女人的 但是他在意外中 被女人的丈夫发现了 所以只能逃出来 又倒霉地被飞船抓住了 和机器人一起被关到了铁笼中 同是天涯沦落人 他们都等待着自己被屠宰销毁的命运 机器人正要被工作人员带着去销毁 只好拉住男人一起受苦 他俩被捆绑在了光板上 工作人员将浓硫酸倒入了桶中 从他们的头顶顺势泼下来 不出所料机器人被弄伤了 他只能大声叫唤不要再烧自己了 随着一缕缕的烟冒出来 他不停地叫唤让观众席变得沉默 原本欢呼雀跃的 他们却开始凝视机器人 从来没有一个机器人如此求生 因为机器人实在太像一个真正的人类了 所以观众们都情不自禁 对他产生了同情心 终于一个女士站了起来 恳求工作人员停止泼洒浓硫酸 放过机器人一命 但工作人员绝不心慈手软 由于机器人的苦苦哀求过于动人 底下的观众都看不下去了 纷纷将物品砸向没良心的老板 这让现场变得鸡飞狗跳的 机器人趁机拉着男人 从混乱的人群中逃离出来 男人得知机器人要找蓝仙女 他知道该怎么找人 于是带着机器人来到了一个电脑前 这个电脑号称万事通 任何人的任何疑问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解决 不过男人却认为这只是一个童话 专门用来哄骗小孩的 所以苦口婆心地对机器人劝说 没必要去找蓝仙女 那根本就不存在 但机器人对蓝仙女有很深的执念 他对此深信不疑 就在男人被追捕时 机器人糊里糊涂地上了直升机 不会开直升机 所以横冲直撞地到处乱撞 这让男人也趁乱登上了直升机 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机器人 来到了蓝仙女所在的地方 这里是被淹没的曼哈顿 由于全球变暖 所以整座城市都已经一片狼藉 他们来到了一幢楼房前 打开大门后的一幕 却把机器人惊呆了 因为他看到了数以万计的自己 每个机器人都拥有和自己一样面貌 这让机器人不寒而栗 随后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感到愤怒的机器人举起了武器 把正在活动的机器人打碎 他要毁掉它们 然而发明了他和这些机器人的博士出现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博士不好的剧 由于博士一直在试验机器人 想测验他们究竟能否产生人类的情感 于是将机器人放养了出去 并一直告诉他要回来 机器人终于历经了千辛万苦 也的确产生了和人一般的情感 最终回到了博士的身边 他就是博士研究出的最成功的机器人 但得知了真相的机器人却不想活了 因为他不愿意再当一个冰冷的机器人 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值得寄托的希望了 机器人始终都没能成为妈妈最心爱的宝贝 他在跳水前最后喊了一声妈妈 随后就坠入了海底 然而他却真的见到了蓝仙女 那就是他一直想实现的梦想 但机器人还没有高兴多久 就被男人给救上岸了 原来男人就要被捉离开了 他最后叮嘱了机器人 就把他塞入了直升机里 机器人来到了直升机内 就按了下沉剑来到了海底 再次看清了蓝仙女的面目 原来它是一个废弃公园的雕像 机器人仍然相信童话的力量 他虔诚地祈祷 希望蓝仙女可以把自己变成真人 但蓝仙女并没有法力 自然也不会把她变成真人 直到天气变得严寒起来 整个海水都被冻结了 机器人只能和直升机一起被冻住 不过在2000年后 人类真的灭绝了 机器人仍占领了地球 他们驾着飞船来到了海底 发现了被冰封的机器人 当机器人被唤醒后 还带着冰茬子的他走向蓝仙女 就在他触碰到蓝仙女的那一刻 蓝仙女却脆弱地坍塌碎裂了 看着眼前破碎的一幕 机器人感到无比的心痛 他一直以来的幻想终于碎了 机器人也检验了机器人的回忆 他们发现机器人竟然有人类的情感 都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随后机器人假造出了一个蓝仙女 好让心碎的机器人 重新拾起对生活的希望 继续向他许愿 机器人的梦想始终只有一个 那就是回到妈妈的身边 当一个真正的人类小机器人 这让蓝仙女也感到为难 因为人类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是泰迪却拿出了妈妈的头发 原来机器人曾经剪断过妈妈的头发 妈妈因为自己的儿子马丁身患重症 担心没有孩子在身边的他 领养了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 起初他并不习惯机器人 想把他关在衣柜中自生自灭 没想到再次打开衣柜 机器人却一脸天真的望着自己 问他是不是在和自己玩捉迷藏 无奈之下妈妈只好带着机器人吃饭 机器人也开始模仿家人的一举一动 努力让自己被父母喜欢 父母也的确被他天真可爱的模样逗了 妈妈甚至给他赌起了睡前读 在童话中就有一个蓝仙女 可以实现孩子的愿望 但机器人被真正的唤醒后 却没能得到妈妈真正的爱 因为他自己的儿子已经奇迹般苏醒了 妈妈回心转意继续关爱马丁 他不再顾及机器人的感受 马丁见到家中多了一个替代品 显然不怀好意 他只是把机器人和泰迪当成了新的玩具 还经常捉弄机器人 他在饭桌上挑衅机器人 故意给他看自己吃的饭菜 让机器人不甘示弱地吞下饭 却直接短路死机了 然而在做手术的机器人 却反过来安慰起妈妈 不要担心自己 马丁见状很不乐意 自己的妈妈怎么能让给机器人 于是他心生一计 打算把机器人彻底断送 他让机器人去剪断妈妈的头发 就能获得妈妈真正的爱 机器人天真的相信了他的话 于是在夜晚 机器人偷偷来到妈妈身边 他拿起剪刀准备下手 妈妈却突然被惊醒了 爸爸也猛然跳了起来 直接拽住机器人大声骂他 这样做是要把妈妈置于死地 虽然妈妈表示机器人只是贪婪 没有真正的恶意 但爸爸认为机器人终究不是人类 这样一个祸害随时都可能伤害家人 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机器人用剪刀石的确剪下来了一缕头发 这缕妈妈的头发让泰迪剪了起来 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留在泰迪的手中 他拿出了妈妈的头发 这能够让机器人复活人类 但他只能存活一天 不过机器人执着地想要见到妈妈 真正拥有妈妈对自己的爱 在这一天机器人真正成为了妈妈的儿子 这是机器人最快乐的一天 因为妈妈不仅陪他玩耍 给他过生日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妈妈一心一指爱着他一个小孩 机器人流下了眼泪 哪怕知道这一切即将结束 泰迪安静地坐在床边 守护着机器人的梦想